大家好,我是雅馨 今无足痴,人无完人 没有人是时全时美的 那么再完美的人也会有犯错误的时候 但是关键在于 你犯错误之后能不能够及时改正 还有错误背后是否还存有一丝的善念 晋国的官员李黎在做预官的时候 曾经因为误判一个案件 导致了一个无罪的人白白地做了冤狱 虽然说这个案子后来又重新地审理了 但是李黎却一直对这件事情耿耿于怀 认为都是自己的不称职 才导致了这个事情的发生 自己应该以死谢罪才行 晋文公听说了这件事之后 担心他要寻短见 就召见了李黎说道 这个案子不能全怪你一个人 你为什么又要以死谢罪呢 但是李黎却说道 微臣的官职不高 俸禄还算是优厚 但是也没有跟别人分享 现如今我犯了错误 却要找一个人来跟我一起承担 这岂不是一点都不合理数吗 这个时候呢 晋文公又说道 那照你这么说 你的官职是我给的 你犯了错误 难不成我也有罪了 晋文公说这话的意思呢 其实本来是想给李黎 找一个台阶下 但是没有想到 李黎还是执意坚持说道 职位是死的 但是规定是活的 那么说完之后 自吻而死了 按理说皇帝都不怪罪你了 那么这件事肯定就可以到此为止了 实在是没有必要去死 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去说 这应该是一种 勇于承担责任 以及有良知的表现 当然了 在生活跟职场中 我们都会犯错 我们并不提倡大家 犯了错就一定要去自裁 但是我想跟那些总是逃避 甚至是喜欢推卸责任的人相比 勇于承担 实在是难得可贵 我记得《菜根团》当中 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说 为恶而为人之 恶中 有有善路 为善而及人之 善处即是恶根 意思就是说 那些做了坏事 但是怕别人知道的人 虽然说他们做恶了 但是仍有一丝改过的良知 但是那些做了好事 却急于想宣传的人 却留下了 妖功屠名的伪善 我们说人活一世 并没有那么多完美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是犯了错 并不代表这个人 就没有善念了 生活当中 我们看待一个人 不要总看这个人的错误 也要学会看 这些错误背后的闪光点 好了 我们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如果说 您也对我们的视频内容感兴趣 也欢迎私信我 互动交流 下期再见